大家好,欢迎来到光的频道 今天是2023年5月31号 今天战战主演的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再次定档 是送给每个大朋友的六亿儿童节礼物 今天的波波一大早七点多赶早班飞机飞日本 参加香奈儿日本秀 希望一波这次也能像上次在洛杉矶一样 玩得开心,最好能多玩几天再回来 作为人间香奈儿的王一博在采访时说 自己和香奈儿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忠于自己 不取悦他人 肖战也曾说,温婉居家,不卑不亢 现场的姐妹说 她带的王肖灯台是被独尾打掉的 御帝是出了名的横电阴眼 这一切她都看在了眼里 所以别惹她,现场就给你来一个 就是把家给搬到露营的地方 就是可以说她喜欢把 她喜欢很多东西 然后特别多东西 然后对着全场的绿色说 去海边喝酸奶 跟粉丝一起做事 没有 有些摩托还不自知 说一博是对龟龟讲这些话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她是对着台下满远的绿色说的这些话 不过我们龟龟最听话 于是去海边唱了无稽 表达了对他们的爱与支持 相信俩宝看到之后也很感动 于是 肖战新物料就来了 看这手指 是不是似曾相识 紧跟着弟弟也来了 红色 绿色和红色在一起 最后是黄色 还有这头顶一闪而过的手 是不是很熟悉 一个手黑一个手白 让人梦回2019年 经典明朝面 一博哥的借位吻 都说当时的战战是被套路了 小狮子的恋爱脑都用在了战战身上 所以别惹他们 惹极了 俩个都会使劲锤 一辆黄车及时而过